姐 江湖救急 快给我转五万块钱 我想买个贵一点的电脑 好的 弟弟五万够吗 姐 够了 姐姐这就给你转 谢谢姐 你都结婚了还这么疼我 我爱你姐姐 我就你这么一个亲弟弟 不对你好 对谁好啊 一个月后 姐 你再给我转二十万块钱呗 我想给我女朋友买个钻件 弟弟二十万够吗 给女朋友买礼物 千万不能太抠啊 等一下姐给你转二十五万吧 剩下的钱你带女友去买点衣服 要学会讨女孩子欢心哦 谢谢姐 有你这样的姐姐真好 以后需要钱就跟姐姐说 姐都会满足你的 半年后 姐 我想买辆车 所以想让你拿点钱给我 弟弟说吧 需要多少 大概一百万 女朋友嫌我开的车档次太低了 都开始瞧不上我了 行 等晚上你姐夫回来 让他给你拿钱 你就放心吧 好 弟姐 这是千万别忘了 姐姐再见 晚上老公回到家 老公 我弟弟想买一台车 让我们给他拿点钱 又是你弟弟这个无底洞 一有事需要钱了就来找咱们 这半年 前前后后加起来 也有几十多万了 说吧 这次又需要多少钱 一百万 对你来说还不是九牛一毛 什么 你疯了吧 一百万让咱们出啊 是啊 你也知道 他还在上学 他上哪里去弄那么多钱 今天他找我 就是想跟咱们借点钱 你同意了吗 我当然同意了 他可是我唯一的亲弟弟 我不帮他 谁帮他 高剑 你是不是疯了 你怎么能同意呢 你也说了 他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他花一百万买车 他买这么好的车 干嘛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弟弟身边的朋友同学的 都是些有钱人子弟 他要买便宜的车 别人不嘲笑他吗 所以他就想买一台好一点的车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妥啊 这是好一点吗 一百万的车是什么级别的 你觉得没什么不妥是吗 那行啊 他不是想要豪车吗 让他自己掏钱买 干嘛问咱们要 你怎么废话这么多 不是给你说了吗 他现在正上学 没那个能力吗 等他以后毕业了 找到工作了 有能力了 还需要问你借吗 再说了 他这是借 又不是不还 高剑 你好好想想 他来找咱们借多少次钱了 有还过一次吗 你说平时他买的衣服 要点零花钱 吃个饭什么的 那些几千一万两万的 我也就不提了 可是他现在越来越得寸进尺了 一张口就一百万 一百万对咱们家来说 也不算小数目了吧 你家里拆迁分了两千万 一百万对你来说 又算得了什么 我弟弟需要就拿给他呗 亏你还是做姐夫的呢 咋这么小气抠门啊 高剑 我们家是有拆迁款 可也经不起他这么花 我们家的钱 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你成天只想着你弟弟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什么东西 首先就是满足你弟弟 咱们俩是夫妻 咱们是一家人 你有包我当作是一家人吗 你好什么呀 反正都是一家人吗 你赶紧把钱 拿给我弟弟买车 高剑 我今天就告诉你 这一百万我是一分都不会给 你要有钱 你给你弟弟买 我没意见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啊 你明知道我天天在家里 我连班都没上 我上哪去拿钱 给我弟弟买车 你还知道你没上班啊 高剑 我养着你就算了 你是我老婆 养你是应该的 可是你弟弟呢 也让我养着是吗 我只是他姐夫 不是他爸 他叫你姐夫 也是我的亲弟弟 你也应该 把他当成你的亲弟弟对待 不就是买辆车 找你借一百万吗 你至于说这么多废话吗 高剑 你这样惯着你弟弟 以后就算毕业了 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那是他的事 用不着我操心是吧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反正这钱 我是一分都不会出的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根本不想给我们家花钱 今天我也把话撂这 现在我就回娘家 你自己在家 好好考虑考虑吧 如果不同意 借我弟弟钱 咱们俩就离婚 两小时后 高剑回到娘家 女儿 你怎么回来了 还不是和小凡 那个没良心的玩意儿 吵架了呗 女儿 发生什么事了 就因为弟弟买车的事情 弟弟不是想买辆车吗 找他姐夫拿一百万 可是他死活不同意 所以吵起来了 什么 姐夫那个王八蛋 竟然不同意 他不是有两千万拆签款吗 一百万算得了什么呀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谁知道他这次 哪根筋搭错了 死活都不愿意出这钱 这个女婿啊 也不是我说他 他怎么能这样呢 咱们是一家人 不就一百万吗 为了这一百万 就跟我闺女吵架 妈 你就别说了 我都快气死了 我走的时候跟他说了 他要是不出这个钱 我就和他离婚 姐 你说的对 这个钱我姐夫必须出 他要不出就跟他离婚 这段时间 你就别回去了 就在这边住着 等着姐夫 过来认错再回去 对对对 咱们不走了 就在这儿住着 行 妈 弟弟 我听你们的 他不同意 我就坚决不回去 我就不相信 还治不了他 这件事 包姐身上放心 姐一定把车给你买回来 半个月后 闺女 这都半个月了 这女婿 怎么还不来接你啊 妈 我也在纳闷 以前吵架回娘家 她最多第二天 就来给我道歉了 这回怎么还不来啊 就是啊 会不会家里出什么事了 闺女 要不你回家看看吧 她都没来接我 让我自己怎么好意思回去啊 行了 快回去吧 为了你弟弟 为了咱们这个家 你就回去吧 两个小时后 高健回到家门口 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 这是正好老公回来了 老公 这门怎么打不开了呀 是不是门锁坏了 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打不开就对了 是我把门锁坏了 你离家出走半个月 音讯全无 我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 船票很快就会送到你手里 张小凡 你是不是疯了 当初追我时候 说过一辈子都会对我好的 难道当时都是骗我的吗 我为什么要和你离婚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我已经想明白了 你们一家人就是个胃不熟的猪 无论我怎样对你好 你始终没把我当作是一家人 就这样吧 老公 对不起 我错了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现在已经晚了 你不是要离婚吗 正好成全你 老公 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好吗 你没错 是我错了 我不配娶你 你应该嫁给超级富豪 只有这样才能养得起你一家子 老公 我后悔了 我知道错了 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求求你了 以后我再不给弟弟娘家钱了 我太了解你了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明天九点民政局见吧 朋友们你们觉得老公的做法对吗 这样的老婆还能继续过下去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